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说话的人叫做莫长空 是莫家的家主 此刻他坐在椅子上 冷眼看着琳珑塔 身后数十人则是散发着冰冷的气势 莫长空这句话 实际上也是在座这些大家族的想法 他们不会让琳珑塔成为林家的族长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理由瓜分林家了 所以随着莫长空这句话 后边响起了一阵赞同的声音 没错 林寒没死 琳珑塔不能继承林家 对 庞系不能成为林家家主 这种事情我们也不会答应 声音最开始的时候啊 从右边响起 后来左边又有人喊起来了 之前就已经说了啊 林家的庞系之中也是知脉杂乱 基本上背后都有各大家族的支持 琳珑塔看似是的 实际上根本没有实力跟各大家族对抗 所以此刻看了眼前的一幕 他的脸色也变了 完全没了之前的慈眉善目 有的只是难看的挣扎 莫长空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然后啊 跟几大家族的人对视了一眼 尤其是看到苏军微微点了点头 没错 这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就像刚刚莫长空所说 只要林寒活着 林龙塔就没办法顺利的成为林家家主 所以他必须杀了林寒 只要林寒一死呢 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打着为林寒报仇的旗号 杀了林龙塔 然后侵占林家的一切 不得不说呀 欺心歹毒 果然林龙塔的声音重新响起 停下 整个灵堂就此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注视着他 等待夏文 林龙塔转向林寒 深吸了口气 小寒啊 你也看到了 如今林家危在旦夕 为了林家祖宗基业 所以 对不起了 说到这儿 林龙塔眼中露出杀机 然而谁都没想到 林寒这个时候 他主动出声了 林老 您本来就德高望重 成为林家家主 没什么不合适的 我作为如今唯一的嫡系 愿意放弃林家的继承权 林寒显得非常冷静 这番话说得清清楚楚 顿时林龙塔愣住了 甚至于所有人都没想到 苏军本来微眯的眼睛 也慢慢地睁开 有些诧异地看了林寒一眼 按照曾经的约定 林寒应该是苏慕哲的未婚妻 也就是苏军的儿媳妇 但是此刻 苏军可没有提起这件事的意思 不过林寒如此的决断 倒是相当出乎他的意料啊 但是很快 他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今天 不管他林寒说什么 他必须死 林龙塔吃了已经 你说的是真的 对于林寒的这样做法 他相当欣喜啊 此刻的林寒完全是按照 李高楼教自己的去做的 他已经放弃了林家 没错 我愿意放弃林家的继承权 那接下来 会有人来救自己吗 这时候林龙塔转过身来 你们都听到了 林寒自己愿意放弃林家 所以现在我担任家主 还有异议吗 这一次他的眼睛啊 就盯着其他各大家族的家主 很明显 这些家伙才是关键 然而停顿了一下 莫成空再次出声 这些事情啊 祖宗是有规矩的 庞系终究是庞系 我们跟林家也是多年的老朋友 没道理看着庞系的人 抢走嫡系的继承权 他的这番话呀 已经把意思表达的几乎赤裸 以至于林寒都看了他一眼 没错 这家伙就是想要自己死 不单单是他 这其他的各大家族 尤其是苏家 摆明了就是这一次 非要逼林龙塔杀了自己 没错 林寒没死 林家不能落入庞系之手 对 我们不答应 听着这些声音 林龙塔握紧拳头 脸色变得正硬 他也知道这些人的想法 但是此刻来说 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在他看来 林寒一定要死 毕竟他如果活着 自己不管怎么着都明不正 言不顺 所以纵使明白莫长空 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枪使 他也不得不这么做 林龙塔再次转向林寒 声音重新变得和蔼 小韩 你也听到了 我也无奈呀 林寒没说话 他只是注视着对面 这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 此刻的他那双眼睛 真正如同魔鬼一般 实际上不止林龙塔 在座几乎所有人 都是差不多的眼神 林立站在角落时 又急又气 他急的是自己 无能为力 只能看着林寒死 气的却是柳川那个叫做李高楼的小子 都是告诉他 说林寒放弃了林家 然后就会有人来救林寒 可是现在呢 林家他是放弃了 林龙塔眼看要杀林寒 救他的人呢 林立的心里 也在这时候做了个决定 林寒如果今儿真死了 他一定会去柳川 干掉那个李高楼 替自己的姐姐报仇 小韩哪 对不起 为了林家 也就只有牺牲你了 说到这儿 林龙塔从怀中掏出一把刀来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没人说话 更没人阻拦 他们都在等待 等待林龙塔杀了林寒 这个不久前才获得重生的女孩 此刻依旧平静地站在原地 哪怕到了此刻 他依旧相信李高楼 再见 随着林龙塔陡然抬高的声音 他的刀快如闪电 直接朝林寒挥了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 所有人屏住呼吸 然而就在此刻 一杆长枪仿佛携带着万军雷霆之势 贯穿灵堂的大门破空而来 不偏不倚 这一枪啊 不但碎掉了林龙塔手中的刀 同时碎掉了林龙塔的右手 最终直接插在了林木峰的棺材上 发出咚的一声巨大的声响 寂静 全场都呆住了 哪怕苏军之前稳如泰山 此刻也猛然站起身来 看向林堂的外边 全部的目光都盯着那个方向 反而好似都听不到 林龙塔的惨叫声 低沉的声音响起 今天 如果有人动铃寒一下 别怪我苏成虎不客气 头发花白的苏成虎 一步步来到众人面前 苏成虎 这名字如同一道闪电 在所有人脑海之中划过 武王苏成虎 怎么会是他 纵使各大家族组长 见识过太多的大场面 但此时此刻 听到苏成虎这个名字 那种冲击还是太震撼了 曾经经是真正的第一人 永贯三军 哪怕是华夏几只特殊的王牌力量 在当时都没几个人 能跟苏成虎一较高下 甚至于许多传言都说呀 苏成虎本来已经接到 传说中的特殊召集令 但是因为苏彻的原因 他自己放弃了 饶是如此 武王的名声 也具有绝对的震慑力 刚刚这一枪 如果苏成虎想要杀了玲珑塔 或许这位邻家的庞系头目 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不过众人在惊骇的同时 也充满了好奇啊 为什么苏成虎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而且那句话说得清楚 他要保下领寒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是苏家的计划 这样想着 包括墨长空在内 其他各大家族组长 以及林家的庞系势力 都看向了苏军 毕竟苏军 如今他是苏家的组长 苏成虎纵然算是老一辈 却应该听从苏军的意思 实际上内心最为疑惑不解的人 就是苏军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提防着苏成虎一脉 毕竟这老头太强了 如果不是二十年 他一直忙着替苏撤治病 苏军一定会想办法干掉他 可是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全场都在看着苏成虎 一步步走进灵堂的时候 角落里的林立脑子一片空白 他不敢相信这种事 真的会发生 别人不清楚 他却隐约能够猜到 为什么苏成虎会在这时候出现 毕竟他可是记得非常清楚 李高楼就是要林寒 宣布放弃林家之后等待 说到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救他 当时林寒觉着他就是吹牛 可是现在这个人来了 而且居然是京士传说中的五王